好 今天早晨新闻的最大条的头条来关心的就是 陶海人的杯哥 平东籍的渔船广大新28号 昨天上午在俄罗比东南方164海里的海面上捕黑尾鱼的时候 被菲律宾的渔震船开枪扫射 造成了56岁的台籍船员洪石成背部重弹当场死亡 而事发地点是我国的经济海域 而且这个渔民 向渔民开船 这个渔民的渔船开火是违反海洋法的 所以外交部立刻就向菲律宾表达强烈抗议 而海巡署也派出了台南舰去救援 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 马总统非常的震怒